在世界上许多角落 有着你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每天都在真实上演 非洲一向被称为是暗黑大陆 在这块土地上也盛行黑魔法 或许很难想象用魔法就可以治病 但当地人可以说是生性不疑 而且这些部落乌医施法更是花招百出 马上跟着我们的镜头来一探究竟 暗黑无数神秘莫测 在非洲大陆上信仰就是一切的根本 光头男子的头顶被撒上一搓搓的粉末 还边被打头受尽痛楚 就因为相信施法者的法力无憋 可以为自己带来财富 但在非洲的莫三比克 这样的光头男子 无论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秃头 都有可能被巫师给冰上 原来十个秃头九个富的俗业 在莫三比克被奉回真理 但没有头发成了他们的原罪 2017年5月警方逮捕了 两名二十岁左右的凶邪 理由就是他们杀害了两名光头男性 并且把脏器卖给巫师当作法器 因为当地人相信光头男子的头颅下藏有黄金 而且他们的器官拥有带来财富的魔力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放言整个非洲从政坛到民间 几乎都相信黑魔法的存在 南非就曾经发生过不孝警察官官相护 利用权势之变偷取往生者的器官卖钱 就因为在巫师的洗脑下 多数人相信 透过仪式做法 不同的人体部位有不同的治病奇效 我们有很多状态 某些部分的身体被削除了 或者也发生了 犯罪被削除了身体的部分 非洲部落最为人诟病的 就是在坛上尼亚跟马拉威 盛行迫害白化症人士 当地乌医出高架收购白子器官 他们相信白化器官拥有无上法力 当成护身符或者拿来治病 凶手总是几个人一组 闯进记忆异常的白化家庭 见人就砍 绞心留得一命的白子总是肢体残缺 他们被家人送往庇护单位 装上一只的他们总是恶目连连 因为猎人观念不改 他们就永远无法自由行动 成为被猎杀的对象 事实上在非洲大陆 黑魔法和无依信仰几乎随处可见 英国探险家利维森伍德 沿着尼罗河一路走 沿途经过多个非洲国家 还遇上了非洲大盗 直接在荒郊眼外打劫 身上装备直接被抢走 还好生命没受威胁 不许因为历劫归来 接下来的旅途 还有很多未知数 接着他来到乌干达 为了探访神秘的无依信仰 特地见了女巫医 菲娜婆婆 托到全身指线内部按照指线 是跪在湖边 突然乌一把湖底的泥土 和水通通抹在探险家身上 抹泥的同时手还要按住生摇 随后乌一就把牛奶 直接倒在探险家的身上 如此另类的习服 让外地人吃惊到后悔 也来不及 不过独敢打民众 显然很吃这一套 因为当地乌衣 比一般仪式还要多 赚的也很多 我妈妈现在已经呆开了 她现在在游戏的和日国 传媒的游战 拥闯非洲 见到的是与众不同的信仰 而我们所看到的 也仅仅只是 无仪文化的一小部分 算命方法白白种 不过接下来要带你看的 这个九宫阁算命 应该很少人知道 在九宫阁上填上零 倒酒竟然就可以来 算运势 那么到底准不准呢 信仲说准确度高达了八九成 据说这是一种 来自泰国的占卜术 就是这一位 才三十岁出头的师父 他说传授他这种算命方式的 不是人 而是一位神灵 原来在他十四岁的那一年 被蚊子叮 没有想到染上了 出血性登革热 连医生都宣告他已经死亡 没有想到最后 他竟然齐齐复活 还获得神奇的能力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宫格是看清理面 跟看清价 就蛮罕见的 我都没听过 对啊 就是九个数字就可以知道你 差不多前四年后四年这样 想到什么数字 喜欢放在哪一格 全凭自己的感觉跟喜好 这个看似随机的占卜 其实暗藏着神秘的数字密码 他卡到什么价格 就看看他 有些人的问题 有些人是 有人只是工作快好了 有时感情快来 看九根哥就可以看到 很大问题是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这里冲突的人就会多 压力问题就会多 就是九个字写完 面板出来 前后几年我们的人生遭遇 起伏家庭什么 全部几乎80% 90%以上的运动率 透过数字还有摆放的位置 加上佛家立法的演算 就能看出信众过去几年 跟未来四年的特定运势 真有这么神吗 因为今年家里有发生一些问题 我想问今年家里的问题 可不可以平安解决 是不是就说我这个人 就是只要人家来开口借钱 我就很容易就借出去 就让我有点吓到 因为我们每次借出去的钱 不是像那种几千块一两万 就一次都是那种十几二十 甚至五十万 但是那钱 师傅也有跟我讲说 钱你就不用想太多 那钱一定很晚才会回来 易于点破现状 黄先生直呼不可思议 但接下来师傅说的话 更让他心惊惊 他也问了师傅 师傅也说他要怀小孩 真的蛮困难的 因为他生病了 就是有流产过 所以想要把他们生回来 夫妻两功课坐足坐满 无奈就是怀不上小孩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让黄太太好崩溃 可是因为这两三年 就是都没有 然后有可能就是 大家看到月经会很开心 可是我看到月经是 非常不开心的那一种 然后我的女儿 她就会说 妈妈没有关系 你还有我们 真的和小孩无缘吗 师傅那句话老婆生病了 又是怎么回事 夫妻两最后决定死马当活马医 请师傅加持进化 没想到结束之后 就觉得不对 好像已经第十天了 我就很开心想说 会不会有 然后后来我就去买夜运半 后来当下我就跟我老公说 真的有那么神吗 我真的有了 妇产跟医生跟我们很好 然后他后来就在生小孩的那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很神奇 你老婆已经子宫肌骨很大一块 你们怎么还有办法怀孕 那时候我突然 有点疾病了 突然当下 我突然想到师傅一句话 结果我老婆酸病说 你老婆生病了 我才知道原来是子宫肌骨 导致我们第三个小孩 一直生不出来 怪了 连医生都断定 受孕几率为乎其为 黄太太怎么会顺利怀孕呢 难道背后真有神助 后来师傅就跟我说 因为他跟大师傅一起求如师爷帮忙 让我的无缘的小孩重新投胎 但是我相信 我们台湾人不是都会去算命吗 八字 那个算命的竟然跟我的婆婆说 我的小孩 就是非常适合以后的发展是往东南亚 尤其是泰国 所以我真的相信 我是真的相信 这个小孩一定是鲁士爷带来的 他就是信众口中的鲁士爷 也是阿战铁木尼的师傅 有达助阿 他放松好 就会有师傅我来教我 他教全部教念经教达助阿 让什么是对达助阿 据说阿战铁木尼在十岁那一年 就出家当和尚 跟着师傅研读经文 某一天 他发现自己有一项 异于常人的特殊能力 上百人的念经声打哪来的 莫非是另一度空间传来的讯息 年仅三十出头的阿战铁木尼 号称能和神明和鬼魂对话 除了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之外 或许也跟他那一段神秘经历有关 凡人的蚊子满天飞 阿战铁木尼在十四岁那一年 却是被蚊子钉了一口 染上了出血性灯格热 被医生宣告死亡 灵魂出鞘 飞去哪 他说是记得 尽到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隧道 两侧浮现所有的人生记忆片段 难道这是所谓的人生跑马灯吗 正当阿战铁木尼惊讶之余 他看到了一名白衣老者对着他说话 是谁叫他还阳 阿战铁木尼还一头雾水的时候 黑暗的隧道尽头竟然出现了一道光 走出隧道以后 他的视线开始模糊 仿佛一道强光射入了眼睛 有如梦境般的经历 对阿战铁木尼来说不过短短几十分钟 说不知已经过了三天 他的肉身也差点要被推进太平间 由于死而复生实在罕见 医生跟家人都难以置信 阿战铁木尼的这些法术 据说就是他死而复生 开天眼之后快速学到的法门 而他后来回想发现 把他从鬼门关拉回人间的白衣老人 就是泰国民间信仰的鲁士爷 鲁士爷就好像我们台湾的技工 因为像我们台湾的技工 他也喝酒也吃肉那些 结果鲁士爷就像技工这样 据说他生前是一位莫测高深的出家人 法力高强 但工作上除了这些 鲜花素果之外也会有槟榔和酒 因为鲁士爷率真潇洒 他跟修为极高的技工形象类似 不过所谓的鲁士 就是古印度的修行者 他们有着108种不同法相 一般都会用一个戴着帽子 穿兽皮的老人为代表 阿战铁木尼得到师父的真传 不但会占卜还会赶运 采访当天一位信仲 请师父帮忙解救公革命盘 突然间阿战铁木尼觉得不太对劲 怎么回事 有很多黑黑是怎么问他 他没有说什么我 是医院里很难打开 他就让你工作 虽然感情一直有卡卡 不好 的确这位信仲近几年来诸事不顺 师父从命盘上解读出 有所谓的阴灵产生 不过女信徒坚称 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不当手术 师父要他仔细再想想 没多久女信仲终于坦诚 当年因为跟家人争吵 结果造成腹中胎儿不报 他也就他掉 他说你有掉喊一姐 他说没有 到时候就有连打他倒掉 是 他不知道他多少说 他的意思是说 那个小孩有没有 是哥哥的老婆一直把他 打他 有没有 他才不见得 怎么可以搧在他头上 对啊 冤有头 债有主 难道找错人了吗 师父的意思是说人啊 會自己找理由 我們自己會找藉口 其實你一定有先做什麼 得罪那個人有沒有 會有因果的嘛 他才會打你嘛 他怎麼可能看你大肚子 無緣無故就揍你 他想要去投胎了 是不是一直問他什麼事有沒有 他沒有說 你就問一下他就分開 他就可以走了 原來他要的就是一句道歉 但女性中始終想不出來 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或許這就是我們常說的 怨情債主 這個業障該怎麼消除 也只能靠女性中自己 去慢慢拼湊出 被遺忘的那塊基因 九宮閣堆疊出的命盤 就像是鏡中水月映照人生 真有這麼神奇嗎 信眾洪先生說 師父直接點中 他跟家人的恩怨情仇 當場他嚇得說不出話來 我的九宮閣結尾 師父很明確講 跟家庭有問題 結很難打開 我爸爸四年前過世 但我爸爸過世了 這個結還打不開 一句話戳中痛點 洪先生驚訝又帶點無奈 接著師父又叮囑他 要顧好身體 經濟狀況可能面臨問題 洪先生心頭一酸 確實幾年前他曾住院開刀 而自己開的機車行 也因為大環境導致業績衰退 把他薪水給師父玩 我們 我跟我太太 吃飯都快要有問題 咬著牙在那邊撐四五年 或許是緣分吧 洪先生最後成為魯士爺信徒之後 財務狀況逐漸改善 去年五月開始到現在 業績每個月都達標 一個月比一個月好 這算神機嗎 據說為了魯士爺 慕名而來的信眾還真不少 因為我跟先生最近剛創業 那一直以來業績都是平平 那聽說這邊師父開運 求財方面真的蠻厲害的 有人求桃花 有人求財 據說魯士爺向來又求必應 一邊唸咒語 一邊在信徒手上刺經文 名為招財手的祕法 據說還能讓人財運打開 還要在手上貼滿整整108張純金金箔 才算大功告成 看似華麗無比的泰國祕法 真的有辦法使人裁員滾滾嗎 據說信徒就因此轉運 那因為工作的原因就是 不是很順利 那身體又出了狀況之後 所以剛好就那個工作上面 就變成無業嘛 走投無路的事業女子 繞著三餐不濟的下場 據說正當他人生絕望之際 就是靠著這位阿戰鐵木尼師父 讓他寵獲新生 財運的這塊部分 那加持了之後 說得也很奇妙 就是回去之後 我連續牽了六期 連續中了六期 彷彿財神爺降臨 信徒靠偏財運度過人生難關 說來真離奇 而號稱走過生死 阿戰鐵木尼的經歷全奇又神秘 因此成為泰國地方高僧 之所以到台灣 他說是為了利用白魔法 幫助更多迷途的人 但他強調天助自助者 唯有積極努力 心存善念 這些祕法才會見效